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当时却是非常受欢迎的 很多的一线女明星与她都有过绯闻 那时候比较出名的影星陈宝莲 洪心都曾是她的女朋友 可如今造化弄人 曾经风光一时的她只能靠卖茶叶维持生活 可以说墨少通小妻的作品还是不少的 刚刚进入影视圈就凭借在《武林圣火令》中影天雄一角 获得第三届香港电影影像奖最佳新人蒋奇名 1988年她又应该影片《中国最后一个太监》 中主演太监来洗一角入为第2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提名 1992年她出演了武侠剧《黄飞红之二男儿》当自奖 获得29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配角的提名 虽然获得的都是奖项提名 但莫少通在当时的人气是非常高的 因为莫少通是个非常有辨识度的演员 而且性格外像开朗 身材好皮肤棒 还是大眼睛帅哥又会演戏 绝对称得上当时的国民老公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 她的飞本也是不少 在拍剑楼时候就和陈宝莲扎出了火花 不过两人在一起没有多久就分开了 后来我们都知道陈宝莲跳楼自杀 在当时的娱乐圈也是比较轰动的世界 而洪心与莫少通是在盲命天涯中相时相恋 内情饶泥的洪心还为莫少通未婚生下义子 然而莫少通并没有好好珍惜 反而在外沾瓜惹草 伤透了洪心的心 最后洪心再把转身离开 后来洪心遇到了张丹峰 生了个女儿 虽然张丹峰比洪心小时 但在生活中却处复包装 甚至对妓子事如己出 可以说张丹峰现在的人气是丝毫不逊色当年的莫少通 我们在刚刚播出的热锅剧烈族人 终也领教了他出色的演技 只是最近传出了和经纪人有染的新闻 就让人不省唏嘘 年轻的人谁能无果 莫少通也是凡人 其实他现在生活的也并不容易 2011年他与孙玉玲结婚生病生下一女 可惜仅仅没迟了五年的时间 从此他就变成了一个肩负肩母的人 也许明星的生活我们不懂 看到他的现状 只能感叹岁月不饶死 机会不饶死 选择什么样的路 就会成就什么样的人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提供者 杜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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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